最新消息 侵占研究成果还申请专利遭检调来搜索 一名北医的生物相关科系的黄姓教授 因为植物上的需求研发了干细胞 没想到有了成果之后 却跟担任台大副教授的林姓丈夫购谋申请专利 遭到检调搜索约谈的 这对教授夫妻抵达北检时面对询问是不发抑郁 但检调掌握到黄姓教授跟丈夫涉嫌 将植物上研究研发的成果申请专利 甚至将关键技术转移给华华大友 有限股份有限公司 涉犯刑法的业务侵占或是背信罪 检包以被告身份约谈两个人 以及华华大友监察人 另外以证人身份约谈 5名的助理理清案情 经过漏页的捐讯 教授夫妻以及高兴的监察人 各以100万元交保 但第一时间无法筹到钱 必须等到银行开门才能办理交保